好嘞 今天是2021年 2月 应该是21日了 就是说 美国 国家安检局晚夜 在2月17日的时候 2月17日 为什么是17日 17日 17这个名字 是一个非常 令人瞎想的一个名字 因为 这个川普这边的人呢 对意思 其实这个名字都非常敏感 川普曾经 说了很多很多次的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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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17是这个Q 的字母 顺序 所以叫做17 听爱与其事的日后 就是 说 发警告 在未来 40天 许多美国人 会 反思 他们的信仰 并且 参与 参与这个自我反省 为 复活节 做准备 同时 会证明 这些日子 是具有挑战性的 所以说这些日子 说不定是比较艰难的 比较艰难的一个日子 但是这个国家安全局 会在 每周 七天 每天24小时 来保卫 承担保卫 国家的使命 这个国家安全局 它是负责 这个监听广播 电台 通讯 互联网 以尤其是这个军事和外交的秘密通信 是世界 这个组织是实际上 雇佣最多的 这个 数学博士和这个 电脑专家的一个单位 最多的单位 所以 你可以知道它是 多么的重要 另外 美国的 国防部 也发费 就是在 总统日内 一定发推 他说 测试 在这个总统日 测试你 关于 美国首任 总统 乔治 华人栋的 军事支持 然后 卷推 考考你的朋友 同时配了一个油画 一张图 油画就是 华人栋 率军 乘坐 杜海姆船 横渡 特拉华后 这个画是这个 川普这边的人 最喜欢 引用的 一张油画 因为在这个 1776年 美国 新加西州 特华顿市 发生了一场 在 如历史的 战役 叫做 特伦顿之战 当时 这个英军 在华人栋 把 工程胜利之后 就是华人栋 率领 大陆的军 就经过 新测西州 向 滨州 撤退 英军 就紧紧的跟随 对不对 追随 最后 双方在这个 特拉华河 双方对峙 因为这个英军 他比较的 这个几率 比较了 幻散 英军 比较幻散 而且他 那个 反手也 比较分散 所以 军纪不严 同时 饱受 民兵 的骚扰 和 举计 所以 他们 双方 陷入了 困局 这个 黄栋 帅军 渡过 特拉华河 这一战 打开了 华人顿 带领 北美 十三州 通往胜利的大门 所以 国安部 发这个退 就暗示 这个川普 已经经过 最艰险的时候 现在 正在 通往 胜利的大门 这个大门 已经打开了 对不对 而且 国防部 29日的 光发 那个账号 就是 亮了一个照片 那照片写了 照片写着 覆盖全球 无处可传 无处可传 编号是 0045 为什么 0045呢 为什么 45呢 45 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我们的 老川先生 他是第 45届 总统 这个案是 够明确的吧 表示 军方在 谁的手里 对不对 是在 0045的手里 这个0045 就是 川普 这不是 这个 不太像 巧合 对不对 那个 总统日 那个 对不对 华人顿那个 好像也不像 巧合 对不对 这个国家案件局 17日发帖 同时说 14天之内 可能有 有 有 是 17 Q 好像也不是 巧合 为什么 如果太多的 巧合 他可能就 不是 不是 巧合了 一个巧合 可以 很多巧合 就不是 巧合了 对不对 考虑一下 最后的 最后的 是这种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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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积极了 世界的世界 从这个 satanic cult 的 pedophiles 和 cannibals 这种信息 像是什么 你 在背后 我 没有听到 这种信息 但 这种信息 是一件不好 或是一件事 或是一件事 如果我能帮助 救出世界 从问题 我能够做 我能够做 我能够 能够够 自己出身 另外呢 英國的威廉王子和凱特王菲 他們被告知 你們不能用這個皇室的頭銜了 這個可能那個女皇是最後的一個君主 君主 最後的一個君主 這個英國倫敦 英國倫敦不是像這個王子特區一樣嗎 像這個房地缸一樣嗎 是屬於外國的地盤對不對 但是可能被收回 就是華盛頓 華盛頓這個政府也是一個這個公司 對不對 是一個公司 公司這個破產倒閉 這個英國的也會倒閉 這個英國皇家因為參與了太多的 像這個 這個就是人口販賣啊這些東西 以及收過 全市的這個財富 參與其中深層政府很厲害的一切 一個一個角色對不對 因為這個原因可能就會被取消 所以英國政府也可能破產 就像美國政府破產一樣 另外呢 還有一個傳說 這個傳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是這麼傳 就說這個 拜登在2019年的時候 就被這個司法部長巴爾先生 送去判決 判決什麼呢 判決死刑 並且 初 初決了 Fair Squad 什麼意思就是用槍 啪啪啪 槍去啊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這個要確診 但是現在有這麼傳的 嗯 而且呢 說這個 很多都說這個拜登 不是真拜登 這個林伍德也說拜登 這個拜登不是真外人 是個假的 拜登不是總統 是一個 扮演拜登的人 在扮演總統 扮演拜登的人 扮演總統 白宮已經關閉 華人燈 已經把它關閉得像一個 監獄一樣的 地方 嗯 這個川普和軍方 控制了一切 但是為什麼還有這麼多 壞的事情 不好的事情 發生呢 對不對 因為啊 美國 它作為一個奴隸公司 已經很長的時間了 它是從1871年以來 就成為一個這個奴隸公司 尤其是在過去 這個幾十年以來 有很多更壞的事情發生 在大家的身上 大家還沒感覺到 而且這些效果 也不是一夕一夜之間就可能改變的 這就好像開關 是一個微調開關 也不可能是一個開關那樣的開關 卡卡卡卡 不是這樣的 沒那麼快 所以它慢慢慢慢的微調 而且要是大家覺醒 現在是一個覺醒的階段對不對 要是大家覺醒 不然的話 你就是拉過來 有可能被那些壞人啊 所謂的主流媒體啊 就被他洗腦過去了 因為欺騙過去 對不對 需要 讓他們自己 要能夠清醒過來 覺醒過來 另外 在這個肯尼迪墓地 以及在這個 McJackson的 他的那個莊園 那個樂園 Neverland 在那個樂園裡面呢 都有大型的 這個Q的符號 大型的Q的符號 這說明什麼呢 對不對 這個老肯尼迪 就是這一兩個月 才死去的 就是年齡是101歲 反正很大了 這個小肯尼迪 據說 據傳 小肯尼迪 還在 這個 麥克希森 據傳 也還在 究竟在不在 不知道 但是 網上這麼傳 他們是不是跟這個Q 有非常緊密的關係呢 很多人說 至少這個小肯尼迪 是跟這個Q 有很大的關係 這是有可能的 就是說現在呢 應該說 沒有什麼政變 只有 失敗的 叛亂 有的網友說 對 現在沒有政變 只有失敗的 叛亂 同時要記住 是一個失敗的 不是勝利的 叛亂 對不對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喜歡我的視頻 請訂閱我的頻道 請點贊 轉發 謝謝大家